欢迎再次的邀请到张大哥来的节目 您好 您好 好开心 您那一集的播出以后 在我们这个收视率上 我们都有做记录 收视率非常的高 很多人这个坊间 包括我姐姐都说 弟弟 你那个节目 我从头看到这现在 重义的归重义 真的让我们能够得到的 就是张大哥那天说的那番话 让我们在心里 在脑海中一直盘旋的 很多人生的意义跟这个定位 在您的一席话中 听你讲 我觉得蛮开心的 人家说人老了就啰嗦 这么客气 讲真的 我在家里面一接到电话说 费青又请你上节目了 我就心里想说 能够被人想起来真好 真好 真客气 如果说人家想不起来 也应该 真的客气 讲真的 我心中是国宝 不不不 说真的 上次那个节目 我自己也看了 也看了一下 我觉得还不错 为什么呢 第一点就觉得说 我声音还唱得出来 第二点呢 我觉得我眼睛还不错 为什么呢 大字包看得很清楚 一字不漏 真的挺棒的 不说真的 唱歌这个东西 其实也就像讲话 人家说唱歌这个东西 你仔细体会的话 它都可以去反映一些时代的背景 那个时候人家的想法了 那个时候人家的感觉了 对对对 我觉得像我们那个时代唱什么 今天不回家了 那种内心那种狂寒 那么压抑的那种情绪的表达 是不是 真的很棒 那以前的歌词呢 讲时代话 我觉得比现在的歌词 公正 公正 为什么 以前是比较规矩嘛 守规矩 什么诗词歌赋了 阴阳顿挫了 对不对 压韵 压韵啊 那个时候有首歌 叫什么 叫做恨不相逢 未嫁使 您这样说的话 那不如给我们来说说看 他的境界好不好 这种感觉 也许我结婚以后 恨不相逢 未嫁使 对 这内心有种感受 就总觉得说 有点小缺陷 这种缺陷 不是在生活里的 不过您本身 好像结婚得很早嘛 也有这种的感触 就好像说 因为什么 因为像我们来讲 好像说 结婚的并不是初恋情人 对不对 那曾经也有过一段一段恋情 这样大概很坦白 是不是 那么到最后 找到结婚对象了 我们才结婚 可是有些时候 我们以前的恋情里面 也有一些难忘的一些 点点滴滴 对不对 那如果说碰到的那个 原来的恋人 那种感受 那这首歌表达得简直 淋漓尽致 就是好歌 就是它一唱的话 会让你引起共鸣 你会觉得说 这个歌是为你编的 是 而你唱出来以后 你会觉得把我的心声 用这首歌 尽情地表达出去了 好像就坏在我那句哈喽 这有代言 现在能够讲哈喽 你那句哈喽才是画龙点 不过听你那麽讲下来 对 所以以前的歌词曲的意境 真的跟现代人所谓的直接 那真是 要喜欢那样的话 现在的歌是无法取代的 其实现在的歌 跟现代的时代有关系 像现在什么 什么是一时代了 什么妈妈我要钱 你放屁啊 这些 现在 它卖得很好了 它没有时间去思考 就像我们的节目一样 现在综艺节目 它就让人家怎么样 根本不用大脑 看了笑一笑 刺激 为什么 它觉得说 生活过得很苦闷 是 你看电视 再去用脑筋的话 觉得去虐待自己 好像他在 眼睛在看的时候 这个遥控器 他并没有准备要留下什么 对 就像流水 让人家过去 真的要留下来 还是像我们讲的 对 要有意境 可是看你的节目 不一样 为什么 看你的节目 是有心理准备的 就是说 我今天要来 就是要听一点好歌 因为第一点 费以轻唱得好 哎呀 谢谢 第二点呢 费以轻请的人呢 也都很慎重 就想请我了 这句话也是 五个月 这句话也是 有可能真正很老 带有一种 相途气味的歌曲 不多 那天 我就跟我一个大爷在聊天 我说 你记不记得 你爸以前也喜欢唱歌 不对啊 我说 我爸我喜欢唱歌 我才学唱歌 那时候他常唱一首歌 叫《苏无牧羊》 哎呦 这个歌 好像是 我们在当学生时代 就教学 就记成歌 现在觉想了 没有了 小学教歌 好像这个音乐课 也没有这个歌 所以那天 我那个大爷说 如果你上电视的时候 你能不能再唱这首歌 让他来听一听 苏无牧羊 所以今天我想介绍你这个时间 唱一首 有些老大爷们想听的歌 那您刚刚提到的苏无牧羊 好不好 这苏无牧羊有两本 还有一个后来人又改了新奏的 苏无 这老头买豆腐 买的歌不够本 而回家打西夫 西夫说 不怪我 是怪你给的多 好 谢谢 极致极致 这次就想 请您又要动动您的脑筋 怎么样 在这个极致方面 这样子我们来一个题目 王日我看您在舞台上 接受观众各种 包括个人私人的 情感的 时事等等 甚至于到交通 到经济 什么都可以 什么您都能回答 回答了大家挺满意 笑的 哈哈大笑 乐嘛 乐 那么接着给您出个题目 您看现在这个时事 人心也惶惶 这也不安定 那也不稳当的 以这个现象 大环境 您给我们来一个 这个极致之下 来给我们回答一下 不 你考导我了 我现在所关心的 只是 我们能不能在 目前的生活里面 过得很安定 这也不需要 帮助您的 这不会有 Oriente 什么都没有